八十年代 而不会被咽压的女明星 5月26日 吕秀琳的一张镜照被台媒曝光 见者无不惊呼 这哪里像58岁的女人 果然富有诗书气自华 天然美人就是天然美人 吕秀琳 1962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 6岁学钢琴 10岁学琵琶 12岁就在音乐比赛 作为年纪最小的参赛者拿下一等奖 17岁在台市武登奖 凭一手漂亮的琵琶独奏拿下冠军 台下的琼瑶一眼相中了吕秀琳 琼瑶审美一流 各个女郎美得千字百态 但独却一个会琵琶的 彼时比吕秀琳大了八岁的林青霞 已经走红多时 正欲转型 吕秀琳出现得刚刚好 于是琼瑶签下17岁的吕秀琳之后 在1981年为之量身打造了巨三211 李秀琳与钟正涛搭档 不得不说 琼瑶太会捧人 李秀琳也着实不负厚望 在巨三211中 他出演新寡的贺叛云 会弹钢琴 也会弹琵琶 一双碱水秋铜四绸非绸 故盼奸夺人心魄 于是李秀琳一曲成名 随后 李秀琳在1981年与秦翰 钟正涛合作 出演了又一部琼瑶电影梦的衣裳 一人分饰两个角色 正是因为这部戏 李秀琳与秦翰传出了绯闻 到底是为了宣传梦的衣裳 还是两人果真英系深情 当时 林青霞与秦翔琳订婚 秦翰正在失忆中 而李秀琳被记者问道 秦翰是你的恋人吗 语言不详的回答 我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俩人在梦的衣裳之后 关系不错 一年后 秦翰自行导演了一部电影 《贴血勇看》 找了吕秀琳当女主角 有趣的是 正当三人的恋情 被媒体写得一幻一针时 琼瑶索性就让林青霞和吕秀琳 在1982年的电影《人烧吧!火鸟》中 扮演一对姐妹 这部爱情片 重点是姐妹情 林青霞扮演的姐姐 将心上人刘文正让给了 失明的妹妹吕秀琳 当时报章点评 吕秀琳在戏里 抢走了林青霞的男友 戏外也抢走了影迷的欢心 刘文正跟吕秀琳 也成为最至手可热的荧幕CP 迄今还有不少人将他俩的婚纱剧照 物作吕秀琳跟老公的结婚照 出道后的三年里 吕秀琳有六部穷瑶电影在手 红透半边天 据说当时满大街的饭馆和发廊 都张贴着他的大幅美照 1983年 银色世界举办十大明星评选 吕秀琳排名第五 超过了胡慧中和赵雅芝 排在他前面的则是林青霞 钟楚红 汪明权和叶倩文 成为一线女星 只用了三年 与林青霞等并恋时 吕秀琳才21岁 但命运就是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1983年 琼瑶的巨星公司倒闭 林青霞 吕秀琳等 琼瑶女郎纷纷转战香港 吕秀琳决意往香港发展的原因 还有一点鲜为人知 当时的宝岛娱乐圈被黑道介入 据说某王姓武打男星 正是个中巧楚 连导演李行 林青霞都受过欺负 吕秀琳也不可避免 转战香港 放下穷摇女郎的光环 吕秀琳不想再重复爱情片里 千篇一律的楚楚可怜 剪短头发 专门挑与以往不同的剧本 她在香港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挪威公司出品的 粤语恐怖片《魔胎》 可是谁能料到 这部《魔胎》 就此写下了吕秀琳电影生涯的拐点 她在此后十年里 经历尝试转型 然而就是无法像林青霞 王祖贤那样成功登顶 特别是1984年 吕秀琳遭遇了进军香港影堂后 第一次的震撼与伤害 当时她接拍了少师电影《走火炮》 这部电影 有一场万子良和吕秀琳的浴缸戏 整场戏才十多秒 拍摄时 吕秀琳做好了防护 结果由于身穿白衣 还是不慎被拍到了隐约走光的镜头 到片子上映前的宣传期 媒体竟然登出了吕秀琳的穿帮画面 标题还打上清洁纯情万一 甘心悔形象 自愿露娇去之类的字句 吕秀琳大惊 不堪受辱 向少师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她认为自己亲自检查过当时的胶片 而且也毫无刻意裸露之意 无法预料会被片方用来做宣传的噱头 当时吕秀琳为此 发声明强调自己不是脱心 并得到了张爱佳的声援 吕秀琳拒绝为走火炮宣传 也因此与少师交恶 电影上映后 因为这件事的影响 电影也没有缔造出火爆的票房 之后在港拍戏的十年里 吕秀琳虽然大胆突破 寻求演技成长 奈何多部主演的电影均反响频频 而同样从台湾转战香港的林青霞 王祖贤均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吕秀琳离开穷瑶 离开文艺爱情片 却始终没有找到失业的落脚点 1993年 吕秀琳宣布吸引的前一年 她揭拍了自己唯一一部功夫片 《黄飞红之鬼角七》 与成龙的师弟原彪搭档主演 动作设计很棒 但剧情却是短板 吕秀琳的戏份可惜不够出彩 同一年 她拍摄了此生唯一一部让她拿奖的电影 《云南故事》 与蒲村新搭档主演 导演张暖心 吕秀琳扮演《一个遗孤》 陶锦勋 原田芳雄 是第一个正式出演日本电影的港台女星 该片在1991年 还未列日本十大卖座电影的第四名 然而 后续作品没有跟上 进军日本的打算也就不了了之 1994年 32岁的吕秀琳宣布吸引 1998年 36岁的吕秀琳 与华纳兄弟影业欧洲区总裁谢爱文结婚 两人已经相恋了六年 婚后两人相继在纽约 伦敦等地生活 夫妻俩有共同的爱好 谢爱文毕业于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 主修小提琴 一个会小提琴 一个会琵琶 一个闲乐 一个私主 其乐融融 2007年 吕秀琳随丈夫来到上海 她的母亲是上海人 所以她在此生活很亲切很舒心 2018年 吕秀琳还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团国际顾问委员会 担任理事会副主席 吸引之后 吕秀琳偶然亮相 每一次都惊艳四座 比如2012年那次 50岁的她出现在某活动上 身材曼妙 容颜娇好 完全让人无法想象 她已年过半百 自此长裙当卢校 为君洗手做羹汤 据说吕秀琳嫁人之后 曾邀请朋友去家里做客 烹饪技术十分了的 琼瑶片里 那个不时人间烟火的仙女 终于是成了主的一手好料理的主妇 若说这段婚姻有何不够完美 便是夫妻俩没有子嗣 吕秀琳由于卵巢动过手术 因此一直没有孩子 对于这个遗憾 她说有两只爱猫相伴 就把他们当成孩子吧 吕秀琳虽然吸引 但琵琶却始终相伴在侧 1995年和1997年 她发行过两张专辑冷闲多情和情咒 分别与安德鲁 安德鲁 安德鲁 和鲍比达合作 在业内备受好评 转轴播鞋两三声 未成曲调先友情 在音乐里 她永远是不老的琵琶仙子 记得白居易在琵琶行李 曾如此富有想象力的描写琵琶女 缅怀年少岁月的时刻 夜深呼梦少年是 梦体装泪红蓝干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李秀琳 回想起自己那短暂的影坛生涯 未必如此悲情 从1981年出道 到1994年吸引 她不到20岁就成为一线女星 爆红三年之后 却在失落无奈中蹉跎了十年 经历过大红大紫 大起大落 天生丽智 甜之娇女如她 终也体悟到了何为 日月事已 时不我语 因此 当林青霞出书 上综艺 以此与昔日的影迷们交流时 李秀琳已经在平静生活中如鱼得水 面对诸多付出邀约 她不为所动 先手调肃情 去罢有之音 在众多婚姻不幸 命运多舛的穷姚女郎中 她打破了红颜薄命的定律 谁能说选择 吉留永退的 李秀琳不聪明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